撞色拼街 脚踏车运动风主视觉 澎湖民宿年初大装潢 本来盼着暑假人潮 没想到碰上疫情三级警戒 病房通通退光 7、8月是全灵 挂蛋全部都退光了啦 民宿业者做好没生意的准备 但已经有民众摩拳擦掌 等着解封后重回报复性旅游 有外导旅宿业者分享 真的有客人要订8月房间 但他们拒绝 希望忍这一年 让明年回归正常 检视定房网 在7、8月的周休日 房间仅剩个位数 但不少是后台操作结果 让能定的房间变少 致电其中几家纷纷表示 会先好言劝说 但也指出 不少旅客想撑到6月28号看状况 询问熊市旅游 KK Day 可乐旅游 则表示8月份只收到个位数订房 蛮多民众也在持续观望 现在疫情的走势 所以现在也不太有民众敢先预购 暗了一个月又正逢原本出游旺季 医师警告 暑假的大规模 人流移动 恐怕疫情捲土重来 医师分析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都打疫苗 重启观光 比较保险 别为了一时之快 付出更惨痛代价 三连新闻李维廷安保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